大国外交最前线 那么打开阿斯塔纳这本书 我们分明看到了年轻二字 没错 阿斯塔纳也是世界上最年轻的首都之一 从1997年确定为新的首都之后 到今年它只有27岁 那么今天呢 让我们在这座年轻的城市 来寻找青春的气息 我现在是在阿斯塔纳国际大学的一处校址 今年三月份 北京语言大学 同阿斯塔纳国际大学共同签署的协议 双方将共建北京语言大学哈萨克斯坦分校 第一年将会招收100名学生 将面向哈萨克斯坦以及中亚地区 那届时那些热爱中国热爱中文的年轻人 将会有机会在我身后的教室 来学习中国的语言和文化 现在我们已经走进了教室 其实这个教室是两用的 一个可以进行教学 另外可以进行HSK 也就是汉语水平测试 眼前还有课本 这个也是新实用汉语课本 这里面你看包括汉语的一些发音都有讲解 同时还有中国汉字演化 趣味汉语 诶这个我在好了啊 四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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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葡萄不赌葡萄品 不吃葡萄倒赌葡萄品 这是不是可以打满分啊 但是不知道这些内容 对于我们在这儿学习的同学们来讲 难度怎么样呢 其实在哈萨克斯坦 中文热已经是一种潮流 而托卡伊夫总统本人 也是行走的中文代言人 他曾经在中国学习工作过将近八年的时间 北京语言大学是他的母校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也发现了一张 当时托卡伊夫总统在北京语言大学 就读时的学生证的复印件 照片当中大家看到了一副青春的面庞啊 想必大家可能还记得 在去年的十月份 所举办的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开幕式上 在现场托卡伊夫总统用一口流利的中文致词 当时也是惊艳了不少的中国网友 而在那次参会期间 托卡伊夫总统还专程前往北京语言大学 参加了相关的活动 同时看望了曾经的老师 历史也是老师 从中可以汲取力量 11年前 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首次提出了 丝绸之路经济代的倡议 当时的现场呢 也有不少的哈萨克斯坦的青年学生 在那次演讲当中 习近平主席引用了哈萨克斯坦伟大诗人 思想家阿拜·库南·巴耶夫的一句话 世界有如海洋 时代有如近风 前浪如兄长 后浪是兄弟 蜂拥后浪推前浪 亘古基金 皆如此 千年前 一条古老的丝绸之路 将中哈两国紧紧的连在一起 千年间 两国友好交往的步伐从未停歇 所以我们相信 在中哈青年一代 不断的来往 沟通交流当中 后浪的力量 将会继续推动 远远流长的中哈友好 亲上加亲 好上加好 在哈萨克斯坦访问期间 习近平主席还将出席 在我身后的独立宫所举行的 上和组织成员国 元首理事会 第24次会议 那么随着峰会即将召开 阿斯塔纳也将迎来高光时刻 27岁的阿斯塔纳 23岁的上和组织都是风华正茂的年纪 都是奋发向上的阶段 年轻 无限可能 大国外交最前线 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习近平主席 对哈萨克斯坦的访问